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 歐洲聯赴加賽好起不斷 其中亞迪士將助陣主場迎戰拍立聯 兩隊目前處於連勝中表現相當強勢 但鑑於亞迪士在歐戰經驗上搖搖領先後者 且今將還在主場作戰 亞迪士線下一城的可能性龐高 亞迪士是去年夏春的最大贏家 他們出售接近10名主力 其中安東寧馬圖斯更賣出1億歐元的高價 賺到盆滿撥滿 但在競技層面 亞迪士卻是一位輸家 主席塔克格和一眾主力的離隊 令亞迪士進入重建階段 儘管都簽下史提勳貝維恩等旁具戰鬥力的球員 不過依舊無法填補空缺 實力大幅下降的亞迪士目前只排名何甲第三 落後綁手的菲燕落3分 想要實現4連貫的委業 剩下的比賽要加倍努力才行 雖然排名並非第一 但攻擊力亞迪士是當之無愧的No.1 目前攻入59球 困牆入球2.81 其中拜仁波貝比貢獻11球的是頭號射手 史提勳貝維恩、穆可麥德 古道斯各貢獻8球位列赤子 回看之前的歐冠聯小組賽 亞迪士強大的火力都有所體現 首輪就4球大勝格拉斯哥流浪 無奈同組友拿波里利物浦兩座大山 亞迪士最終只取得第三名次 降格子歐洲聯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穆可麥德古道斯小組賽攻入4球表現出色 金像他的發揮都值得期待 陣容方面 後衛歐巴亞斯和A卡帕蘭因傷缺陣 帕林聯2019-2020賽季先升到獎德甲 今季不過是他們精戰頂級聯賽的第4個賽季 過去的3個賽季 帕林聯排名穩步提升 2019-2020賽季是第11 2022-2021賽季是第7名 上季是第5名 而今季頭20輪戰敗 帕林聯站列第2 並且只落後生前敗人1分 成為德甲冠軍的有力爭奪者 舒拿到碧卡系帕林聯封線的倚仗 目前德甲攻入7球 助攻4次表現穩健 但之前的歐洲聯小組賽 他只有一球的進彰 去到歐洲賽場似乎有些水土不服 更令人意外的是 帕林聯小組賽階段的頭號射手 居然是後衛羅賓諾域2球 攻擊守門的狀態令人擔憂 另外 帕林聯的歐戰經驗都遠順於亞迪士 他們參加歐戰的次數屈指可數 反觀亞迪士過去10年都沒有缺席過歐戰 在這 兩名主力 基斯道化天美爾 贊力 帕比拿 又因類計王牌停賽 加上本場還需要異地作戰 帕林聯不移高估 陣容方面 還有中場安達斯舒亞化 陰傷缺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